司马仙贸然成为龙浩尘的护从骑士后 到现如今他竟然后悔了 而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当初的猎魔团选拔赛中 他的内灵力仅仅只有69 可以说简直就是稀少的可怜 不仅如此 当初的司马仙也是没有任何的背景而言 毕竟他的父亲也只不过是战士圣殿中一位崩战士 而这也就意味着 坦而说他没有遇见龙浩尘 那么他此生的高度也就只能达到他父亲 不过呢 这司马仙有机智的人 当他再听到韩语成为护从骑士内灵力 从而增长了那么多之后 他也是赶紧找到龙浩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而龙浩尘面对这样的司马仙 只能答应了下来 所以之后司马仙在和龙浩尘的天赋共享之后 他的内灵力也是很快就达到了八十的样子 甚至于还勉强达到了神圣庇佑天赋 其实啊后悔是不可能的 毕竟当司马仙成为龙浩尘的护从骑士后 可谓是获得了诸多的好处 并且最后还因为龙浩尘获得了爱情 可以说此生的司马仙遇见龙浩尘 完全就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除此之外 龙浩尘还赠予了司马仙子幻神雷灵力 让司马仙的实力暴涨了很多 一直到现阶段的剧情当中 即便是诸多魔兽闯入驱魔关当中 他也能够凭借自身的实力和魔神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于还有一种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模样 之后呢 在和龙浩尘来到圣蒙大拍卖场后 司马仙就对风铃儿一见钟情 但奈何当时的风铃儿根本就不搭理 但好在有龙浩尘和凌星的搭卸 司马仙最终才和风铃儿成为朋友 以至于最终成为了一对情 那么小伙伴们 对此你怎么看呢